由于很多疾病是错误生活习惯造成,不可能单靠医疗竟能解决。何况要防治疾病,体力是关键。因此,当务之急是将正确的保健观念融入日常生活中。 教导民众养成良好的习惯,如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吸毒等,并积极落实温热性饮食、注重保暖、适当运动、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等保健方法,确实把体力断量好。 如此才能做到,有病可配合按推原始痛点治疗疾病,无病亦可强生。 相信这种简单易行的生活方式,才是远离疾病保障健康的最佳途径。 也唯有如此,人人才能成为自己健康的主人。 这个医疗与保健重不重要? 真的,如果你们静静读,一路这样念下来,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。 好,所以,你们说重要,那我稍微考一下。 药食有没有具有制定功效? 任何包括西药,能不能说药有制定功效? 连西药也不行这样说吗? 认为没有的举手,我看一下。 不能说西药具有制定功效的,举手。 好,认为有的举手,我看一下。 好,这里要看什么角度? 如果照世俗说法,也就是西医的说法,那就是具有制定功效。 如果以严格来讲,因为药食要发挥作用,一定要人体哦,去吸收。 人体不好,你怎么吸收? 所以,真正主导的是人体哦,你即便感冒,感冒是没有药,不是因为你吃了西药它才好的,不可能。 你不吃它也会好,那是随时修复的。 很简,显然是自己身体哦。 所以,这个致抑力我认为才是重点。 所以这个看你用什么角度。 那如果我们讲的比较圆满,应该是说,如果药要发挥功效, 最后还是要归于怎么样,身体。 身体你没有强健的体魄,你身体已经虚了,吸收能力又差。 人家吃了有效,你吃了就是没效,甚至还有副作用。 所以,不能一概而论。 那太强调说,这个药能治什么病, 常常是一个怎么样,比较容易走向主观,甚至偏见。 那如果与原始点来看温乐性钥匙, 我就直接讲,我一概都否认,这些人治病。 我先把我的姜说我不能治病,了解吗? 所以看什么角度。